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羽毛 今天繼續Sumbra解密啦 上禮拜Sumbra說要攻擊光明公司的能源戰 而Sumbra也確實的駭入光明公司的官網了 並把能源戰的能量弄到能量高漲啦 現在你到光明公司官網的主畫面會看到Sumbra的一則訊息 上面寫著做得好各位 沒有你們的幫忙我就不會完成這次的攻擊 總之我已經拿到下個攻擊目標的資源了 你會喜歡的 再等我的消息吧 我要給你一個東西來感謝你 希望你會用到它 下次見我的朋友 但其實這則訊息並不是一開始就直接給我們的 還記得上禮拜Sumbra要我們幫他做一些事嗎 而這些事情我們某某的國外網友都幫我們做好啦 現在就來講要做什麼吧 你也可以去做做看喔 首先先去登入上禮拜講到的電子郵件安全主管的帳號 到Admin裡 現在可以看到全部的能源都超載 到下方的視窗 現在要準備輸入東西囉 不過在這之前還有個東西要先準備 在安全主管的信箱裡可以發現一封有亂碼的信 其中斜線 T-E-R斜線是紫色的 好回到剛剛的黑色框框 在上禮拜的解密中 有說到Sumbra要我們在攻擊中找一些幫助 對不對 所以在黑色框框中輸入 Help H-E-L-P 會出現幾個有用的詞彙 而Help是其中一個 再輸入 About1-Grab 單引號 T-E-R 單引號 About的意思是可以從系統中找出資料 Grab的意思是找出自串 不知道什麼是自串的觀眾讓我來解釋一下 自串就是兩個字母以上組成的詞 就叫自串 因為要找出斜線 T-E-R斜線有什麼含義 所以利用About跟Grab 輸入About1-Grab T-E-R後 會得到三段句子 而且句子開頭都是紫色的 看到紫色代表什麼呢 代表一定又是另一個線索 回到剛剛Help的地方 現在剩下兩個詞沒有用了 Version就是版本 輸入後就會得到這個系統的版本 沒用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Override Override的意思是開啟安全模式 輸入後會看到系統問你最喜歡的電影 這時候你要輸入你的名字 好看好看 雖然我還沒看 輸入Some Like It But 這是一部在好萊塢可以看到的電影名字 至於為什麼是這一部呢 我猜應該是因為是跟智蟹有關的關係吧 輸入完後會再問你最喜歡的餅乾口味 輸入Noeva Sabo Delithias 中文是新美味的口味 哇塞這是什麼獨特口味啊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正常一點的口味啊 這個答案可以在這位口味怪怪的主管信箱中找到答案 再來他要問你秘密 誰會想得到別人的秘密有什麼啊 信箱好像也沒有提到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們還有一個線索沒有用啊 把剛剛紫色的開頭單字串在一起 變成OpenAnything 1.1.0 打進去 喔耶答對了 它會出現OK 恭喜你 現在你輸入Help 除了出現之前就可以用的指令外 還多出三個可以用的指令 LS一路徑來列出文件 CAT一路徑來讀取文件 EXEC執行文件 輸入LS可以看到有兩個文件 先利用CAT來讀取很像文件的這個檔案 輸入後會看到一個鑰匙形狀的文字 這裡用仿色密碼來解 仿色密碼簡單來說就是利用一個英文字母來代替原本的字母 解出來會得到一串字串 分開來看會變成 Some keys are shaped as locks 有一些鑰匙長得跟鎖一樣 白話一點就是有一些答案長得跟題目一樣 回到剛剛指令的地方 把剩下的EXEC執行文件跟Payload合體 輸入EXEC Payload 它會問你啟動密碼為何 想到剛剛的Some keys are shaped as locks 有什麼很像題目的答案可以拿來用呢 閃光來囉 就是閃光的密碼 輸入後會出現一段熟悉的文字 我只翻第三段 多拉多核電廠要能量高漲啦 恭喜你幫助Sumbra完成這次的攻擊 所以讓多拉多能源戰爆炸的不是Sumbra 都是你們害的啦 而聽說好像只要有100人成功 幫助Sumbra好像就會能量高漲 並且Sumbra就會留一開始講到的訊息來感謝我們 而最後一行數字則是表示 現在已經有多少人幫助Sumbra 回到一開始的訊息 Sumbra說已經拿到下一個攻擊目標的資源了 那是哪裡呢 在光明公司官網的原始碼裡可以找到Mix Direction 誤導這個單字 將官網網址後加上Mix Direction 又會到一個很熟悉的網站 其中一段寫著 朝目標光明公司的數據塔做分流 破解目標的密碼 授權訪問目錄到這個網址 一個撞聲詞 來 把這個網站的英文唸出來 沒有錯 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福斯凱雅工業區 現在你去福斯凱雅工業區 也可以看到已經被Sumbra害入的畫面 最後Sumbra給我們什麼呢 噹噹噹 真奇 還有還有 暴雪已經在官網上PO出 光明能源公司被駭入的新聞 可以點下方的連結去看一下 這邊只講一個重點 Sumbra的中文翻譯是 駭鴦 真是有夠耳的 大家好我是駭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一下喜歡 想繼續收看的 可以點我帥氣的大頭貼來訂閱唷 我是羽毛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